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全球化下的文化 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下呢 我们准备讲四个问题 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 我们要讲的第二个问题呢 叫做追本溯源 孔子和苏格拉底的比较 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三个问题呢 是人类的问题 那个康德和汤英比 他们对那个历史的一些思考 第四个问题呢 就要讲对全球文化的几点考虑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开始讲我们的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叫现代性和后现代性 或者叫做现代文化 和后现代文化 那么我们知道 近代和现代 那个分割呢 是很明显的 近代和那个现代的分别呢 是很明显的 但是现代呢 和后现代它之间呢 也是有一个区分的 那么我们说呢 近代文明呢 实际上是很重要 那么它主要呢 是完成了一个从封建社会 向那个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 那么到了那个近代社会呢 从西方的情况来看呢 它就产生出很多 那个 一些 一些思潮 那么到了现代呢 就出现一种叫做现代风格 这样一种 现代的风格呢 主要就表现为 从理性到科学 它就从理性的发展为科学 要求很多东西呢 都要是科学 计量 实证 科学主义呢 是近代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种杠杆 那么它的思维方式呢 主要是从理性思维 做事情一定要有理性 那么把一切事情 都是按计划的 按照规律的 按照那个规则的 来处理 那么这样一种情况呢 叫做近代的风格 那么 它主要盛行的 就是一个科学的模式 包括 我们强调的因果论 我们强调的 找规律 包括我们对于 事情的解释呢 我们相信呢 这样一种 有一种 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自然的规律 那么这样一些情况呢 就构成我们的 现代的风格 那么现代的风格呢 它从西方的情况来看呢 我们也可以说呢 那种情况到了 上个世纪的 六十年代以后 它就出现了一种 后现代文化 那么后现代主义 那么另外一种 后现代主义的风格呢 它呢 就和以前的风格 有所不一样 按照我们对西方的认识来说呢 西方的资本主义啊 可以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 我们把它叫做 理性的资本主义 理性的资本主义呢 它有一些特征 你比如说理性的资本主义的时代呢 它也是很强调那个经济 经济呢 从农业经济呢 转为工业经济 从组织上的发展呢 它是那个产权明确 强调那个工资 然后发展到自由的资本主义 从文化上的转向呢 从文艺复兴 后来经过宗教改革 又到了启蒙运动 强调知识就是力量 人们的通过知识获得解放 从社会的合作来看呢 它就是民族国家的政府 它是变成一个政治的核心 同时那个政府还带有民族成分 所以因为有政府和仪会 它的互相的合作 那么这样一种情况呢 也就叫做呢 它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自由的资本主义 这样一种发展 强调分工啊 强调自由啊 然后从那个知识的层面上呢 强调科学 强调科学 那么从那个道德的层面上呢 强调一种伦理学 比如能要很勤奋地工作 要节省 要急欲 要自律 要严肃的人生态度等等 那么这样一种精神呢 也就是被一个社会学家 叫做马克斯·Webb 称之为那个资本主义精神 那么它从那个新教的伦理里面呢 看到了一种叫做资本主义精神 所以这些说法呢 都可以叫做是理性的资本主义 那么资本主义发展后来呢 它就发展成一种任性的资本主义 任性的资本主义 首先就是垄断 把一切都垄断起来 然后呢 这种欲望的膨胀 然后对殖民地的扩张 最后那样一种贪婪 那样争夺 最后呢 就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那么通过两次世界大战呢 人们就对很多事情呢 进行了反省 觉得呢 现在那个资本主义 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呢 它已经不再是 它原来提倡的那些口号了 叫做自由民主博爱 也不再是一个民意为代表 而是有一些世界上的强人 他们那种超级的力量 开始互相争斗 在那个全球范围内的瓜分世界 那么这样一种情况呢 就引起了思想界 文化界的不满 所以文化上的一个表现呢 就渐渐地导致了 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出现 那么后现代主义的 那样一种文化的出现呢 主要的目的 它也就是要求 文化上的民主 文化上的自由 防止被一些专制的 一些那个 一种集团呢 控制一切 所以呢 它呢 就产生了一些 后现代的文化的一些风格 那么后现代主义的一些风格呢 它在那个 我们所学的文化史上呢 它也是有所表现的 它的第一个表现呢 就是特别强调个性 强调个性 强调自由 它觉得那个世界呢 不能完全被一些 强大的那些 帝国主义的力量所控制 所以呢 它被强调那个自由和个性 那么你比如说啊 那个在 个性的提倡下呢 它的结果又是什么呢 它的结果就是出现了一种多元化的 文化艺术的发展形式 你比如说 歌唱为例 那么它就有流行歌曲 也有名歌 它也有美声唱法 也有通俗唱法 从那个舞蹈说起 那么它又有那个 学院派训练出来的芭蕾舞 那又有现代舞 现代舞和芭蕾舞相比呢 它就有很多那个什么 很多个歌性的展现 然后它还强调一种变化 在多样性的情况下呢 就是一种变化 那么多样的提倡呢 很重要的一个内涵呢 就是它要反对 那种金乐式的学院派 你比如说 音乐学院可以培养那种 唱美声唱法的音乐家 但是一般的百姓 他也可以举办乡村的音乐会 一般的舞蹈学院 培训那个芭蕾舞演员 但是一般的人民 他也可以自己跳desco 这样一种多元化呢 实际上呢 就出现了一种叫做 多元化的性质 那么从一个艺术家来说呢 他现在不仅仅就是 自己是一个作者 他要教育作者 而是他作者和读者之间产生互动 那么这里是作者 那边就是读者 那么作者提供的是作品 那么作品拿到世界上以后呢 他就要供各种人 按照他们的兴趣来选择 所以呢作者和读者 作品和世界就构成了一种新的结构 而我们要求的这种结构是互动的 那么假如我们说 后现代主义的风格的第一个要素 就是产生出一种多元化的 一种流动的 变化的那样一种特征的话呢 那么第二个情况呢 就是本体论的松动 本体这个词啊 就是一种自我追问 你要去追本书源 追那个寻找他的最根本的 那样一种来源 他就自我追问 所以为什么会出现一种本体论呢 实际上也是对于根本性的问题 现在人们进行了反思 什么是根本性的问题呢 就是我是谁 我在哪里 我要往哪个方向走 我又能走多远 那么提上个性也好 反对本体论也好 实际上都是文化艺术 要求自主 要求民主 要求独立 要求自由 那么一种风声 他也就是反对 垄断了资本主义 控制文化的一种表现 本体论呢 它和现象呢 是有区别的 那个本体是什么呢 本体是那个质量的质 质的规定性和本源 它正好和现象相对 本体和现象的区别 主要表现在 现象是从本体的根本属性中 所表现出来的方方面面 那么它呢 和本体属性呢 有一次的地方 但是它既然作为现象 它就不是 不可以反观来说 现象就是本体 这也就是说 从本体来论 因为本体是值的规定性 从本体来论 它可以把现象 看作是附属于本体的一种属性 但是你却不可以 从一种现象 来推论 凡是现象 展现的事情 就一定就是根本的属性 比如说吧 有一个人 她是个女孩 那么这是一个基本的性质问题 但是那个女孩呢 又表现出很多现象 很多表现 比如说那女孩说话的声音 她做出这些细致 她思维的方式是情感逻辑 然后呢 她的体型特征 都说明了 她是一个女孩 那么她的体型特征 情感逻辑 说话的声音呢 都可以叫做现象 它是女孩 这个本质特征的方方面面 那么其中每一个现象呢 都体现了本质的 本性的一个方面 但是她又不能等同于本体 你比如说 大多数女孩 她都是用情感逻辑来思维的 但是呢 用情感逻辑来思考的男性呢 也是大有能战 这就是说 你可以从本体去推现象 但是你不能从现象发现的一些特征 来说这就是本体 那么如何来确定什么是本体 什么不是呢 就涉及到我们对事物的认识程度 所以本体论呢 和认识论之间呢 其实也是互相依赖的关系 本体的现象是不同的 它呢 用来解释事物的 因果关系也是不同的 你比如说吧 在19世纪的美国的小说 小说出版中呢 就发现美国的作家 和英国的作家 在处理主题方面差别很大 在美国出的书里面呢 它主要美国的作家写的 就是那些孤零零的英雄 如何的大自然抗争的题材 主要是男性英雄 男主角 他是一个男性的英雄 怎么和大自然进行抗争 他进入到和自然进行抗争 和超自然的现象进行抗争 和罪恶的社会进行抗争 这是美国认识作家写的作品 但是同时期的英国的 那样一种小说家写的东西呢 基本上都是写爱情的 婚姻的 那个博尔卓瓦家庭的生活 那么这样一个情况呢 就是自然进行家庭的生活 那么这样一个情况呢 你可以从本体上进行分析 你可以说英国是一个 有资本主义深和传统的 这样一个国家 那翻展到19世纪 所以他的小说呢 就不再是以前的那个蝶腐那样的 鲁宾逊漂流记了 他已经写温柔的爱情啊 婚姻啊 自然这些家庭生活啊 而美国却不一样 美国是个新兴国家 是一个刚刚上升的 年轻的国家 所以美国人呢 这种文化呢 又是一个移民的国家 所以这种美国文化呢 更容易表现的是 人的一种 与那个自然 与那个罪恶的社会 与大自然抗争 这样一种体制 这种思维方式呢 就从本体来说问题的 但是也有人说 不对啊 我们也可以从现象上来 解释这个问题 有人进行了调查 他就发现 在那个时代呢 美国的出版界 他出版一本书 自己写的 作者写的书呢 代价很贵 然后他出版一本 从英国的那里翻译过来 或者从英国作家 写的英文的书 直接引到美国来卖的书呢 他的代价很低很便宜 所以呢 美国的那些小说呢 既然是那个中产阶级的题材呢 因为从英国引进 也不用翻译 非常便宜 那就大量的从英国引进了 那么由于美国出版 一本自己的作家写的书很贵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就要求你这个书 要写得非常刺激 于是美国作家呢 就去写于自然啊 于社会罪恶啊 进行抗争的题材 以为这样呢 才能消除出去 后来呢 美国从外国引进一本书 和美国由自己国家的作家 写一本书 他出版的费用是一样了 进行了改革 出版的费用是一样了 那个时候就有人发现 美国的作家呢 也开始写那些 不而交往家庭生活 爱情婚姻的 所谓不是大题材的小说了 所以呢 我们刚才比较这样一个例子呢 就说明那个因果论 它那个因果关系呢 可以用本体的质的规定性去论述 也可以从现象来论述 而他们得错结论 往往是不同的 那么也有这样一个情况 比如说有人喜欢白天睡觉 那白天睡觉的时候 你从本体上来论 你说哎呀 这个人真是不好 他一天到晚睡觉 真是秀目不可凋言 这就是本质上把它看成了 这样的人是不能读书的 但是还有一些人 他喜欢睡觉 你从现象上去分析 那就会论 就是论事 他不过就是白天喜欢睡觉嘛 这是一个缺点 涉及不到他的本质上去 你可以改进这个缺点 他不就好了吗 所以呢 这个从现象进行分析 和从那个本体进行分析 他的结果呢 往往是不一样的 那么即使在本体论 那个发展中呢 那个近代 近代的社会呢 或者现代社会呢 他主要还是强调本体论的 还是要强调本体论 那么他逐渐走到了 后现代的时代 也就是说 在那个二十世纪 五六十年代以后呢 实际上本体论 他本身也出现了 出现了松动 其中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发展出一种 生命本体论 生命本体论提出了 生命本体论呢 就是你要把人的本质活动呢 追溯到人的生命中去 这样一种本体的研究呢 和以前的本体论呢 是有很大差别的 你比如说 假如我们说是 追奔疏远 追到一切 我们追到神那里去 那么另一样的说法呢 叫做神本主义 假如我们 把一切现象 追求到哪里去啊 追求到 自然规律那里去 那么就是规律本体论 或者科学本体论 假如我们把一切 追求到政治那里去 那么我们说 我们所研究的一个东西呢 应该它是一种 特殊的意识形态啊 那么 或者是特殊的伦理形态 那么现在我们提倡的 不是我提倡的 而是那个 西方学者在 后现代的时代 提倡的 生命本体论 那样的 生命本体论的研究呢 它就把 比方说历史科学吧 研究人的学问吧 它就 成为一种 对人的行为 对人的生命 价值 现实处境 精神生活 和精神超越 进行自我追问 这样教研究人的 一些本质问题 研究人的死亡 研究人 文明的一同 差异 研究意识 和情感的觉醒 在这样一种提倡下呢 那个历史就成为 照北京大学 一个学者的话 用他的话来说呢 历史成为什么 就成为 研究人类灵魂 脱离原始状态的记录 同时呢 也就成为 人与大地撕裂之后 渴望回归的尝试 在这种情况下 爱和实 就成为一个永恒的主题 这是一个变化 那么 现代的那个文化 是研究出现在 另一个显著变化呢 就是本体论 逐渐松动了 和现象的研究 逐渐发展了 本体的松动 表现在历史是独立的 文化也是独立的 那么 历史就是历史 它不成熟于 其他的神学 法律 规律 或者说 它不成熟于 质量科学的规律 假如你要寻找规律 那么 艺术有艺术 自己的规律 文学有文学 自己的规律 那么这就是说 要求学科呢 自己独立 还有一个种说法 就是说 历史呢 不等于真实 就是过去发展的东西 不等于就是 我们现在记得的历史 因为呢 我们现在在写作历史学的时候呢 我们是根据现代人的要求 来看待过去的 甚至我们写作的时候 我们还要说 这个东西我们研究 它是非常有用的 为我们的将来有用 那么一来呢 就是我们写的历史呢 得浸透着 我们自己的一种认识 也浸透着 我们对将来这种期望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呢 我们可以说 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 人人也都是什么 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 那么人人呢 也都是那个将来的历史学家 现代的历史学家 那么从这样一种发展来看呢 我们似乎就看到了一个方面 就是历史 它已经比较独立了 那么另一个方面呢 就是历史呢 出现了 个别化的研究 或者我们叫碎化的研究 历史开始研究个别现象了 不是在研究一个总体的事情了 你比方有上运动 比方说文艺复兴运动 那你就不应该写一本 文艺复兴运动史 你应该写一本 弗洛伦沙的文艺复兴 威尼斯的文艺复兴 还有呢 你要写米兰的文艺复兴 等等等等 那么从这样一种情况下呢 我们就看到 旧史论史的研究 渐渐的取得了一种 比较突出的地位 研究个别事件 个别人的行为 而比较的不研究一般 因为认为呢 人的经验呢 是很难照搬的 我们过去历史研究呢 有这么一种倾向 叫做以小见大 或者叫一滴水见太阳 我们研究一个村庄 我们大概大部分村庄 都有差不多的历史发展过程 现在认为不一定是 地方的差别 这个村和那个村的差别 可能很大 也就是说 你研究这个村庄的事情 你大概只能用来解释 这个村庄 或者只能用来解释 临近的村庄 但你一定说 我在这方面的研究 就是整个村庄 都可以盖过 那么你这样呢 就把个别当成整体了 那么现在呢 这就是我们研究中 一个缺陷 那么我们现在 现象论呢 就是要一个一个村庄 来研究 而不根据一两个村庄 就对整体下结论 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把因果论呢 变成了关系论 关系论什么意思啊 关系论就是功能结构 说 因果论呢 就是某一个事物 决定其他的事物 功能结构 我们以人体来做比喻 人体来做比喻 我们说 人有心脏 有肺 有胃 它们共同组成一个结构 保证人的健康 而你不能说 是心状 决定了胃 也不能说是胃 决定了心状 你也不能说 里面是谁 决定了谁 这下我们不能说 白天决定了黑夜 黑夜决定了白天一样 我们也不能说 那个春夏秋冬 它这样一种自然的流动 我们说成 春天决定了夏天 夏天决定了秋天 那么这样一种情况呢 就使得我们呢 对于历史的那个研究呢 变得更小心了 更谨慎了 也就是说呢 我们会注意到 各个部分的 它单独所起的作用 我们把它放在一个结构里 去考察 考察它的功能 考察它在结构中的位置 那么这样一来呢 你从考论关系的 考论那个结构的 考论各种结构之间的 独特功能的 这样一种功能 结构功能说呢 渐渐就是取代了 或者是补充了 那个因果论 那么在本体追问的情况下呢 我们呢 也更加注重了一种 横向的交流模式 过去我们研究历史呢 比较纵向的是 纵向的 那个发展模式 古代 中世纪 近代 现代 那么现在呢 觉得我们世界 已经连成一片了 我们已经在一个国际化的 全球化的背景 进行交流了 这种情况呢 我们很多经验 不是直接来自于古代 而是来自于横向的 其他的文明 其他的国家 其他的民族 那么这样一来呢 我们必须改变 我们研究文化 单独研究 纵向的研究 而不做横向的研究 还有一种方法上的突破呢 就是要求我们 注意人的能动性 人的生命的鲜活性 那么因为人是变化的 人是有主观能动性的 那么这样一来呢 人的很多行为 都和人的生命体验有关 和人的生命的决策有关 所以呢 反对用一些像 自然科学那样的公式 就来预测 人类的行为 那么这样一种东西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风格呢 和近代的风格呢 已经很不一样了 那么后现代主义的 这种风格呢 它体现在要做到 三大薛评 三大薛评 这也是西方医学者提出来的 他们盖过后现代主义 文化的这种风格 哪三大薛评呢 第一个呢 就是价值学评 价值学评实际上 就是一个法律专业化 所以很多事情啊 你不能够根据学院派的规则 来判断 什么是好 什么是坏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你比如说 一个人很喜欢跳舞 那他也一直在跳舞 他跳舞的时候 别人周围邻居 都是他很好看 他自己也很高兴 但突然说 你这样跳是不对的 因为你没有符合我们跳舞的格式的规律一规律二规律三 所以你不是跳舞 那么这就有个争论了 这就说先有舞蹈 还是先有舞蹈规则 或者说 我们先有语言 还是先有语法 我们能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这种权利 那根据某种后来制定出来的语法 或者规则 来判断 这不是舞蹈 这不是书法 那么这样一来呢 本质上就是要强调什么呢 强调业余的和精英的 这么之间的一条界限 我们要把这条界限就模糊掉 这就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想法 第二个学评呢 叫做时空学评 它要模糊一种时间和空间的 这样一个界限 你比如说 在宗教学里面经常有个词 叫做彼岸 那你说什么叫彼岸呢 那么我们说彼岸就是指天堂 那么什么叫天堂呢 那么天堂就是一个地狱的环境 是个空间的概念 但是也有人说 什么叫彼岸呢 彼岸就是我们现在做不到的事 我们留在将来去做 所以彼岸是人类的一种理想 是人类的一种理想 意味着我们现在还不能做的事情 但是将来我们有能力做的事情 那么将来是什么呢 将来是个时间概念 所以彼岸这个词 当然又可以做是时间 又可以做是空间 那么不就是把这个界限就给模糊掉了 那么还有一个情况呢 就是中心和边缘 什么是中心 什么是边缘 那也是应该模糊掉 比如我们现在有很多研究所 它们的名字就叫做研究中心 什么叫研究中心呢 中心就意味着我是最对的 我是标准 中心有一个我是最核心的意思 实际上说某某研究中心 这个中心两个字是不科学的 是不符合语法的 所以应该叫某某研究所 不能该叫某某研究中心 中心实际上说 我这里才是最中心的 我这里才是最核心的 我这里才是语法规则 最符合规则的 是指这样一个意思 那么又什么是边缘呢 什么是边缘呢 能不能说中心和边缘 是一样重要的 比如前几年有这么一个电影 说我这个女孩 是一个美国女孩 是不是美国的 一个女孩 她把美国国旗 做成一件泳装 穿在身上 后来人家就对她起诉 说你这样不尊重国旗 而她就抗辩 她说我的身上的每一个部分 都是一样的 一样重要的 那她这种解释 实际上就是 后现代的一种解释 那么具体说来了 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西方的文化发展了 现代和后现代的风格 是很不一样的 你比如说 现代是很强调中心和边缘的 我们找做课题 我们要找重大的课题 中心的课题 中心的研究小组 那么后现代的风格 就认为没有重大课题 各个地方 各个部分 都是同等重要的 肺和心是同等重要的 不能说心就是中心 而肺是边缘 不能这么分 所以也无所谓重大的课题 那么在现代的那个主义里面 它讲到一种规律 特征 它看一个东西 就要看到它的规律在哪里 特征在哪里 那么后现代呢 它也承认有规律 有特征存在 但是呢 它更注重的是过程 更注重的是现象 看问题里 看出变化的一个过程 在现代的文化里面呢 它更注意的是专业的语言 我们说是学院派的语言 做任何事情要符合语言 符合语法 符合那个审美的基本要求 那么在后现代风格里面呢 它采用的是民众的语言 大众的语言 大众的文化 在现代主义的那个文化特征里面呢 它强调是启蒙 以为作者总是在启蒙读者 教师总是在教育学生 那么在后现代主义风格里面 它强调感觉 强调互动 所以很多事情都是互相来的 老师之所以能够教 是因为有学生 老师之所以能够教得好 是因为他和学生建立了良性的互动 那么老师之所以能够发挥得好呢 是老师对那个他的教育的内容 和他对于他所教的学生 很有感觉 学生为什么能够那个 觉得老师教得好呢 是因为学生对老师教的那些内容 也很有感觉 所以呢 现代主义呢 是强调启蒙 后现代主义的风格呢 它是强调感觉 现代主义呢 强调要编一本世界史 因为只有在世界整体里面 你才能找出世界 文化 世界历史 发展的规律性 那么后现代主义呢 他确实要研究的是地方性 个别的省份 个别的区域 个别的区域 研究地方史 现代主义呢 他要研究结构主义 现代是喜欢 搞一个结构的 对啊 在没结构的地方 他要找出一个结构 那么后现代 他呢 觉得结构不一定可靠 他出现出一个词叫结构主义 凡是在建立结构的地方 他就把它结构掉 他觉得天下的事情呢 是流动的 未必都是有那个结构 可以来那个概括的 也要说